接下来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一些 MissExtensionGame的特性 我们刚把一个GameExtend的时候 看起来就很像这样,把它连续化 可是这个连续化的过程 这类似的连续化的结果 和我随便给一个连续的函数 这样子这两种Game有什么不一样呢? MissExtensionGame它其实有一些结构上的好处 怎样的好处呢? 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这样 指向那一行最大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样呢? 其实在MissExtensionGame里面 最大的都发生在边界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色 最大的发生在边界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里面的点 都是端点在混合 所以端点在混合 它的分数当然就 就会是这两个的混合 加全之后结果 所以当然没办法比最大的还大 但是 它有可能成为最大的 在什么时候 在它两端点都是最大的时候 它就成为最大 所以 我们原本在考虑的那个 Best Reply 在对于某个Colent的Best Reply 我们原本要记录怎样?整个 但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只要记录 怎样? Pure Best Reply 就是 端点 是不是最大 这样就好了 我们下一个页再看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 以这个例子来讲 在Colent等0.5这一栏的时候 它Best Reply是A 说明一下 A是指上面这一栏的策略 B是指下面这一栏的策略 但是 那个Colent等0.75的时候 这时候整栏 整栏都是0.5分 所以到底用哪个策略都没关系 所以整栏都是Best Reply 所以用 那个PBR来记的话 我只要记端点 就是记A PBR就是记AB PBR等AB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在这栏里面 A跟B都是最高分 但它隐含的只能那么一样 AB混合之后的 招数 一样也是这么高分 所以我们 就可以用端点来代表一切 其实我觉得这个 名词 在两个策略的时候 还看不出它的优点 我觉得或许在 多策略的时候 它可能会看起来比较方便 例如可能在三个策略里面 我们有一个BRC可能会长成这样子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长成这样的BRC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说所有的 ABC 在混合 它都会有最大 这个时候会发生的时候 也会有在怎样 也会有在 那个 ABC 它们的值 都是一样大 而且都是 最大 那才会 我才会我的 PBRC才会是ABC 这是关于 Period Based Reply 这个定义 为什么要这样定 的一些 看法 看法 看法